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炖汤 这些材料包出来都是会润肺的汤 这个炖完了一定会味暖暖的 好舒服 你是要在里面加三就润 今天我们是特别节目 我们把特别节目改成美食节目 来 我来示范一下怎么做一个JJ式的三明治 三明治搭配阿姆西完美 就叫醉虾 然后这个口味就非常的甜 小狼醉虾 我现在门脑袋都是怎么选歌的问题 不可能真改美食节目 对啊 今天我们选歌的方法会很特别 然后我要带你们去一个神秘的地方 但是出发之前我们要先来 来 各位老师 浓浓阿姆西让你大有实力 本期梦想的声音 导师们将迎来全新又刺激的选歌方式 到底是选什么歌呢 我觉得真的不能这样子 对我好一点 的音乐 西方将会以歌曲倒放的形式 播放Vivo非凡金曲榜中的歌曲 哦 五曲 这时候也是印度歌吗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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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师接盖范的曲目才歌曲名 催眠 李荣昊的歌 李荣昊 最终将于现场三百位观众 投票决定导师的演唱曲目 都是由我们的 VIVO非凡金曲榜 爱听高品质的QQ音乐用户 在网上投票选出的歌曲 张亮颖导师将要被讨教的歌曲 是 《只爱陌生人》 《朋友别哭》 李白 祝你平安 祝你平安 我们来听听看 欢歌 这一定是刘凡老师 好有特点 刘凡老师的 KTV基本没人点 《正文传》里面的 是《正文传》里面的歌吗 《正文传》 《正文传》 三迪老师 你也想听这些唱刘欢的歌是不是 什么 别别别 他很想要自己唱 别别别 因为突然睡醒的感觉 我们来听听看是什么歌 这首歌果然是刘欢老师的 《凤凰鱼飞》 现场观众听过的举手 看 KTV唱过的举手 听过吗 林老师 没有听过这首 《甄嬛传》的这个主题曲 我也没有看过《甄嬛传》 但是林老师 你可以 我可以教你一句里面的台词 也许有帮忙 就是 是《臣妾我做不到》 带着哭腔的 《臣妾做不到》 《臣妾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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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不到也得做》 凤凰预备 优优优独播剧场 没有时间了 快点 快走了 别说话了 凤凰 加油 先走了 你给我十个小时 都没有用 我先去追剧吧 就祝我好运 祝我好运 她说你还要喝吗 来不及喝了 你还进去干活 可以 来得及 我需要 我需要你们的能量 老颜 经过了好玩又刺激的歌曲逃放选歌之后 各组导师马上投入到紧张的歌曲改编 今天唱歌有舞蹈 也有角色扮演 也有服装上演 很多细节 很多事 什么事都不够时间 一切准备就绪 现场大幕即将拉开 今晚魅力知名女歌手 贤子 著名词作家陈希 著名作曲家董东东 亲情加入音乐祝梦团 为追梦歌手加油助力 让我们来点小狼球 为梦想加油 追梦需要勇气 逃笑全屏实力 各位您正在锁定收看的是用乐想非凡的朋友手机 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互动音乐圆梦节目 梦想的声音第二季 欢迎大家 各位欢迎今天的 让SLG给他梦想的声音 请 请 这一个突然觉得很熟悉 像昨天今天同时在放映 我这句语气原来好想你 不就是我们爱过的争执 谢谢各位观众掌声欢迎梁静茹老师 大家好 静茹老师好 好久不见 你好 欢迎静茹老师来到梦想的声音 其实说实话 最近一段时间很少在类似这样的音乐节目当中看到您了 是的 对 因为其实我对于录影比较容易紧张 所以其实我之前我觉得我演唱会反而没这么紧张 然后我终于明白大家站在这里的心情了 然后我如此的紧张是因为其实我的偶像 Sandy就站在我这正中央 那个你好 你好 你好 对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从昨天晚上 我就一直在预演预想那个 我站在这里正前方 然后有Sandy听我唱唱歌的那个感觉 因为从小真的是你就是我的 也不能说是从小 应该是说 但我们正说从小确实是个禁忌 谢谢 欢迎梁静茹老师 请您入座 谢谢 请回了 很开心 看到你 欢迎光源 好恐怕 对 紧张是一定会的 会有那个感觉 加油 谢谢 阿穆熙让我们大有实力 希望我们今天能够讨教成功 让我们欢迎今晚的第一组追梦歌手 登场 你好 许玲 各位老师好 我叫许玲 福建泉州 然后现在我是一个 怎么说呢 唱作人吧 因为我的生活 每天就是都跟音乐在一起 我觉得我可能是嫁给了音乐 因为我觉得说 娶了音乐 不够酷 我也嫁给了音乐 那我们老公是同一个人 我的老公也是音乐 你老公也是音乐 那我们都对他好一点 对不对 我们像我们是什么关系 两位要不唱一首《甄嬛传》吧 好吧 其实是这样子 因为我在北京租的房子其实不大 就是 谁花钱租大房子 然后我等于说我的卧室一走出来 就是我的工作台 那就挺大的了 一走出来就是 对挺大的 其实 一般都只租就一个卧室 没有走出来 走出来就是过道了 对 等于说我早上一睁开眼睛一起床 除了上厕所以外 我就看到我的那些设备 然后我就喜欢把它们全部都打开了 因为我觉得他们亮着我就开心 挺好的 我也是这样 我到家就是能发出声音的 我都把他们都打开 那会不会很吵 不会像我儿子啊 我女儿啊 都把他们打开了 打开了 他们本来是关着的吗 他们本来睡了嘛 把他们叫起来 折腾孩子 这是清点 对 我这次有一首改编 是我觉得我用了我所有的力气 在十二个小时里面完成的一首歌 竭尽全力了 对 竭尽全力 竭尽全力 然后我非常用心地对待这次这个舞台 那这首是他们谁的歌呢 可以说吗 您先给点提示 他们很帅 他们很帅 这一下垮他了 随便猜一猜吧 好吗 都别客气了 随便猜一猜吧 要不我们再来一遍吧 再来一遍吧 再来一遍吧 还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 这谁呢 不能用门 您先给点提示吧 他是男的 男的 对 然后他们很特 对 然后他们很特 导演 这个人我能申请加点钱吧 导演 这不好主持这个 来吧 咱们猜一猜他要讨教 哪一位老师呢 您猜他讨教的是 我 张亮颖老师 因为是个男的 他说他要讨教个男的 我觉得呢 以往是猜他要讨教的是谁 我这个呢 算是表达一个意愿 怎么讲 我希望他讨教我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 回去看到自己的设备 打开就很开心的人 对 对 我也是一个 就是亮着我 何况张亮颖 好了 亮着就过瘾 张亮颖 对 对 是这个意思 梁静游老师您觉得呢 宇全呢 宇全呢 宇全老师 原因是 就是 原因他已经说了 你觉得 徐玲写有 您今天要讨教的导师是 不好意思 我是口吃 不好意思 我选择宇全老师 哦呀 特别意外 特别意外 那宇全老师 你们今天要被指定的歌曲是 这首歌 正是我们两个想对现在在场 无论我们是否相识 还有是身边的那些 前辈和伙伴们 就是朋友别哭 那您要唱的是没有 宇全老师的 《开往春天的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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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作品 好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好 徐玲 向宇全老师 发起讨教 正式开始 谢谢徐玲 谢谢 我太喜欢了 我对于这种 这种热闹的音乐 是蛮崇拜的 能够唱到 驾驭到我是很羡慕 然后包括你的转身啊 我的肢体 就是能够带动你的律动嘛 所以我觉得是肢体展现 然后那个自信的感觉 还不错啊 好听 谢谢老师 谢谢季霍老师 你把你心里面的感受 放到了你的工作室 还放到了这个舞台上 同时刚刚的表演 也带到了我们所有人的 心里面去 谢谢老师 谢谢季霍老师 我刚才就差点掉眼泪 我是什么感觉 因为大家都是音乐制作人嘛 我特别能体会他 那种喜欢设备 在家里静静地待着 但他把自己抛出来做歌手 然后他还挑战的是 跟自己完全相反的歌 但是刚才跳舞的那个自信 我觉得 就他能把自己放开 这是我们这些制作人 最缺的 虽然你跳舞 有点像温迪小熊吧 但我觉得特可爱 我觉得特别好 真的真的 就是给大家多一点勇气 真的是制作人也有很多的 能展现出来的东西 谢谢老师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讲着讲着会有点激动啊 因为 我觉得音乐不被别人听到 其实是很不爽的一件事情 对 对 谢谢各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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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请徐琳和她要讨交的 宇权老师之间交换舞台 挺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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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她现在是进入到一个编曲的戏经 是编曲的才华到一定程度 找到自己最重要的 她那个节奏和和弦的处理 非常高级 聪明 聪明 这首歌 我觉得她是适合的 我们两个唱这歌是适合的 就是音乐上怎么改变才是更适合的 这首歌很难去做所谓的突破性 或者是说变形它一个什么情绪和风格 这首歌本质上非常的质朴 每句话都是那种像大白话一样的 在讲着朋友之间的感觉 也是我们看待这首歌曲本身的一个态度吧 看待朋友的一个态度 他不需要有多怎样的标榜 不需要有怎样的行为 对 让我们欢迎余权老师 有没有一扇窗能让你不绝望 能让你不绝望 这些年对几多少对你的知情话 什么就行为 什么就行不了 什么痛忘不掉 向前走 就不可能回头望 有没有一扇窗 朋友的哭 朋友的哭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朋友的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 红尘中 有太多默然是心的追逐 那个哭 我也有感触 有没有一扇窗 有没有一种爱 能让你永远不受伤 这些年对几多少对你们的知情话 有没有一扇窗 什么就行不了 什么都忘不掉 向前走 就不可能回头望 朋友别哭 我依然是你心灵的归宿 朋友别哭 要相信自己的路 红尘中 有太多茫然痴心的追逐 你的哭 我也有感触 朋友别哭 朋友别哭 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 朋友别哭 我陪你就不孤独 人海中 难得有几个真正的朋友 这分情 请你不要不在乎 你不要不在乎 你不要不在乎 我一直在你心灵最深处 朋友别哭 朋友别哭 我陪你就不孤独 我陪你久不孤独 我陪你久不孤独 人海中 喔 難得有幾個真正的朋友 這份情 請你不要不在乎 這份情 請你不要不在乎 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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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雨晨我想 不单单只是你们的音乐 你们的表演 是像朋友一样的 正面能量地鼓励着 推动着 常常不是每天会联络 但是我觉得有你们的能量 是真的刚刚在那个舞台上提醒我的 谢谢有你们 然后我知道每一个人都会有 起起落落的时候 我知道当我苦的时候 你们一定在 我觉得这是刚刚的表演 给我的一个非常真诚的心得 我要谢谢你们 真的 谢谢一定在 谢谢 好朋友就是 如果是会这样在 你 情绪低落的时候 或者是你觉得很难过的时候 嘿 我跟你说一下 别哭 不用哭 谢谢珍迪姐 谢谢 靖茹老师 我觉得 我觉得我一直在笑 我听你们两个在唱这首歌 我一直在摆动 因为 我觉得很潇洒 然后里面的歌词有一些是 我觉得你们是唱给彼此听的 的确是 的确是 对 是不是 是的 我听出来了 我觉得是你们两个虽然没有互忘 可是你们的歌词是唱给对方 所以我今天戴眼镜 我怕不戴眼镜 跟她真的四目相对的时候 你摘下来哭一场吧 会很尴尬的 没有人比彼此更懂彼此了 就雨泉 谢谢 我笑着听完这首歌很开心 那就好 不许哭 不许哭 很棒 都说长江后浪退前浪 这一定是有原因的 所以我们非常羡慕像徐琳这样的才华 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徐琳 在她现在跟更多像她一样热爱音乐的 朋友们去分享一些什么样的心态 那么这一次徐琳讨教是否成功呢 注目堂各位 请开始合一 我觉得徐琳非常的有勇气 然后她这份勇气背后呢 是她既能够设计 然后创作 她同时又有能力去 把她在舞台上释放出来 这对于创作者来说 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 究竟徐琳是否能讨教成功呢 请接下 第一块台阶已经劈气 第一层的台阶已经完成搭建 了 第四块 两层已经搭建完成 一块 耶有希望啊 还差那一块 两层已经搭建完成 有希望 还差那一块 有 有 有希望 还差那一块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 恭喜徐玲 恭喜徐玲 我们竹梦团一致认为 应该要鼓励 这么喜欢音乐 这么享受音乐 而且有无限可能的年轻音乐人 恭喜 谢谢老师 谢谢大卫老师 也谢谢竹梦团的各位老师 徐玲 请去拿上属于你的金唱片 恭喜徐玲拿到了今晚的第一张金唱片 如果你今天晚上还要进行一次讨教 如果成功了 你就去我们的演唱会 好吧 做嘉宾怎么样 那一定要让我过 行 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拜托 没有了 如果不成功的话 我们也会好好考虑的 好 放心了 好 好 谢谢雨晨老师 谢谢雨晨老师 我们先请雨晨老师回座 来有请雨晨老师回座 也太爽了吧 自己就忍不住就乐了 您想过今天第一轮能讨教成功吗 我 我有稍微想一下 还稍微想一下 有 有了 有 好 有 是继续讨教吗 还是今天就到此为止 说真的 其实我是 我本来其实我是不太想继续的 但是今天都讲了这句话了 我不来真的不好意思 好 徐玲 继续讨教 我到了 讨教哪位老师 别听他们的 别听他们的 来 大家的预测 来 来 我觉得我们绝对是同一类的 就是 神经层面是同一类的 也可以这么讲了 所以我觉得你很有趣 我觉得我哪怕今天 哪怕是败了 我也会觉得很开心 那个雨晨老师给她点建议吧 一位选择的是张亮莹老师 一位选择的是张亮莹老师 对 对 可是我觉得刚刚亮莹 在听徐玲的时候的那种嗨 跟那种享受的 在她的音乐世界里面 状态 你们两个都有很相似那种 很可爱的很直率的那种 两个嗨一块的也挺有意思的 对啊 所以 而且我的肢体有时候也会比较 没事 您是白娘娘嘛 所以都行 那情况是这样 除了雨晨老师 你不能一直讨教他们 这不合适 一直讨教 赢了 又讨教又赢了 这不合适 其他的 你随便挑 他们是不可以拒绝的 您想一想 我可以直接唱出来吗 你可以直接唱 连歌都想好了 歌都跳好了 跳好了 我只唱一句 要不然呢 你唱一首不合适 把全世界吵醒 我想与你更靠近 我想与你更靠近 是我的歌吗 对 你这样就有点尴尬了好不好 就是那个 对 是我的 你是刚刚在清唱的时候 有改编吗 对 我稍微改一下 这首是比较 他比较早年发的一首舞曲 对 也就是去年的事情 对 是去年吗 去年才出道的 你就回答是去年就行了 对 您被vivo的非凡击剧榜定下来的歌曲是 我要唱的是王菲的一首歌 叫《只爱陌生人》 《只爱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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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非常非常喜欢那首歌 所以你待会是要改唱《热》吗 你反应有点慢呢 我感觉快乐 我感觉快乐 我感觉好着 慢慢的能量 住快乐 第一刻 断不住自由的快乐 不管反正这一刻 我要还不能等 你感觉你比较想唱这首歌 你看看都兴奋成什么样了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 徐琳 唐教 张亮银老薰 现在 正式开始 那么多人 我好期待 Zither Harp 我不爱下着灯 当节奏太过沉稳我喜欢 城市里有梦想色彩繽纷 我需要绝对的好理由可以狂奔 高热点冷气流一脚会 从头发生地面上用力动 会不会出发地震 你知道我想要 会让我发烫的每个瘟 把全世界潮汐 我想与你更靠近 让温度继续燃烧爱的渴望 我感到快乐 我感觉好热 饱满的能量就快要沸腾 我光顾着自由的快门 不管反正这一刻 我要还不能等 全身欲动的灵魂 它在发热 越狂越热 越来越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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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全世界吵醒 我想让你不靠近 让温度继续燃烧爱的渴望 我感到快乐 我感觉好热 饱满的能量 就快要沸腾 要光顾的自由的快门 不管反正这一刻 我要还不能等 转转移动的灵魂 它在发热 越来狂越热 越来越热 Oh ba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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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这一刻的快门 这一刻的爱 那一刻的滑 没想到 Joshuaino 转转移动的燃烧爱 来 徐玲刚刚的表演 确实挺释放自己的 释放 非常雷鬼 非常高级 这雷鬼呢 在华人音乐里面 比较少被采用 这样的一个风格 但我觉得你做得 非常非常到味 到味 你可以完全的就是 真的进入那个 很懒散的状态 我觉得如果有 那样的一个转变 这个东西会变得更立体 现在已经很好 已经很好了 谢谢林静怜老师 谢谢老师 我想要特别提一下 是你 我其实非常非常喜欢 你跳舞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那个叫 你的那种 那种 打横的那种 我觉得很棒 你也不要特别 真的去学什么去改它 因为这个是你 发自身体的 最自然的一种 享受的那种 我跟Sandy姐一样 就是觉得说你的肢体 跳舞那些都蛮好看的 完全抛开 什么场景 什么录影都没有 很享受 那当下那一秒 我喜欢那个感觉 如果后面有更多机会 展现这样的歌 你可以再放开一点 很棒 享受 谢谢老师 谢谢金苏老师 现在我们请 徐玲和她要讨教的老师 扎蓝老师之间 交换舞台 GO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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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她蛮有想法的 把我的这首热改成 REGGAI 我在回味 我正在回味 她那个旋律 我觉得 印象太深刻了 还不好改 如果说不挑出 那个和弦框架的话 就改不出什么 花样 我很喜欢 节奏比较明朗的层次感 可以让你去玩唱的部分的 我是很感兴趣的 我的风格就是 好玩就可以 参加节目 不就是为了嗨吗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 张亮莹老师 我爱上一道吧 我爱上一盏灯 我爱蜻蜓 颤动的秒针 不爱其他转纹 我爱的 比脸色还单纯 比错误还天真 但我需要的只是一个人 就给我一个吻 我只爱梦生了 我只爱梦生了 我爱上某一个人 爱某一种体温 喜欢看某一个眼神 不爱其他可能 我爱的 比脸色还单纯 比错误还天真 我爱上某一个天 但我需要的只是一个吻 就给我一个吻 我只爱梦生了 我只愛陌生人 啦啦啦啦啦 好 好 好 謝謝 輕鬆 輕鬆 太帥了 太帥了 謝謝你改我的歌 沒有 輕鬆啊 我覺得你剛剛那個 做了一個非常完美的示範 就是手 靈魂樂是該怎麼玩的 就是 就是要讓大家覺得 根本不是一回事的感覺 第一個 根本沒想到會發生太棒了 那個突然間那個光也突然變紅 我覺得大家都是在一起的 很棒 很喜歡 真的很喜歡 鄧光老師加雞腿 謝謝 我覺得我身為女生看女生 我覺得非常的勾人 Sexy 然後你那個俏皮當中裡面有一種野性 我覺得你骨子裡是喜歡這樣的音樂類型 而且你駕馭得超棒 連我現在就馬上想按Repeat 再看一次 就是很棒 開始 請張陽老師再表演一次 來 掌聲有請 就是精準到位 謝謝靖陽老師 徐琳 你其實已經讓大家看到了 你擁有很多獨特的元素 不可複製 沒有人想 所以就是要更多的機會 要更多的舞台 所以你來這兒真的是對的 恭喜你 好 謝謝老師 當然了 討教成不成功的 我們還是要請注目團的各位老師開始合一 手太強了 像水一樣 擱得哪個容器裡都行 那種 徐琳對這張臉的熱的改編 是非常大膽而成功的 有Reagan 有爵士 還有一點Lingga Soul的感覺 他比上一時候 看我從那地點裡面 肢體要更自然 更松弛 好 跳上去已經有最後的決定了 有請康爾慶夫老師 徐琳的第二輪討教是否成功 全場 3 2 1 4個 1 2 2 1 1 2 1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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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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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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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 2 2 3 2 3 5 3 2 3 2 2 2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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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4 5 2 3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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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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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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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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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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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7 7 8 8 9 7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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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得懂 就是微博手机的意思 我也 所以我有点担心 担心 对 我没事的 OK 你白担心了 咱们先 咱们给点提示 今天您要讨教的歌 歌名 几个字的 两个字 有两个字 是同一个字 有 你有吗 我没有 你有吗 有 挺多的 那个 暖暖 还有声声 对吧 声声 还有聪聪 对吧 对 聪聪 你不是我的话 大家猜测一下 今晚会讨教谁呢 请拿起你们的Vivo X20手机 我觉得通常都要推向这个X导师的 新来的 新来的一定要先接招 雨泉老师又有答案了 这是梁静茹老师 对 对 我跟风 我也是选静茹 选票 哇 那梁静茹老师 您觉得他们会讨教谁呢 林俊杰老师 为什么呢 因为我本来想选我自己 可以的 可以的 也可以吗 那我换 对 好啦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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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的话 该怎么圆呢 这个场子 真的 那我就先走吧 不是 我们今天想讨教的导师 就是 林俊杰老师 林俊杰老师 真不行 林俊杰老师 我觉得今天 你们有机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帮我挑了一首 非常红的 这个 《甄嬛传》的片尾曲 《凤凰与飞》 你看明月 喜欢这样 期盼春风雨 选完这首歌之后 他们就叫我黄上了 但我想回应他 你知道 我 我 等一下 等一下 黄上要说话了 我想说 正 歌词记不住 你们要唱《申申》 对的 我们觉得这首歌好特别 因为 就是 没关系 如果您觉得那个话 我们唱完再说也行 咱们要不唱完再说 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好 邝氏姐妹已经准备就绪 第二轮讨叫 正式开始 获氏 好 球报 三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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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轮 二轮 朋友们就跟我们解释那个词里面的意思 我就 后不许起来就哭了 所以我们这首歌 我们想好好把它唱好 给它听 Zither Harp 浩荡 天色 你是否多出意见呢 Zither Harp 浩荡 看着迂回的伤痕 却不能为你做什么 我恨我 躲在永远背后 找微光的触控声 向你我离别舞着 每一朵岁月的头 黑泪子的滋味 眼前是永久的颠簸 Would you know my n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Would you be the same If I saw you in heaven Oh 太多 太多 遗憾到后悔的爱 总是在失去以后 Oh 为什么 爱越深越脆弱 我恨我 躲在永远背后 找微光的触控声 也许是否多出意见呢 你用时间告诉我 爱你一路的时候 有你爱我 永远也是永终 screening only 原谅我跟 hacemos过等我 空在這麼刻寻這 азыв result 我愛你 被吞奠 都看过他 用力靠着了 心头 像是不惜你和我 到时候又为了想 很紧紧 困着心头 当有我 太踊跃地挂着你的双手 想像的海洋 只不会再丢手 在永远的背后 永远是个永恒的触控 因为我 永远是个永远是个永远的 我 太好听了 还没哭了 对不起 没关系当然没关系 我想肯定是因为 唱这些这句歌 让他们感受到了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们让他们先休息一下 让他们先平复一下这个心情 我想我很久没有 在听一首歌的时候 会被这样的 打动 谢谢 谢谢 对所以 我没有什么 其他特别想说的 我觉得 我很开心今天你们又来到 这个舞台 从你们在不唱歌的时候的 那种自然轻松 到你们唱歌的时候的完完全全的 投入在音乐里面 很难的很难的 今天看到的是 很让我觉得开心的一件事情 谢谢你们两个 谢谢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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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加了那首 Erik Tappan的那个 那个是他丧子之痛的时候 写了一首非常打动人的歌 我想可能你们的情感来自于 自己的可能家庭的 我不知道 因为情感这么浓厚 肯定是有原因的嘛 刚才很感动是因为 姐妹两个人 无论情感有多浓厚 到达什么样的激荡的那种程度 都完整的把作品表演完了 这个很令人佩服 因为我刚才小小回忆了一下 我们俩这么多年 做演唱会的时候 我也数次感情太激动 然后就是哽咽 就是哽咽 然后会影响音准和呼吸 今天我也学到了 就是你们做得非常好 谢谢 谢谢 我们唱了 很难 因为我们每次没唱完 已经哭了 已经哭了 因为 这首歌是 应该很赞 是送给我们的外公 送给外公的 对 外公走了那天 是他帮他做这个CPR 所以 他一路觉得是 公公在他的手里面走 所以 是可以 是可以 所以我们想好好唱 给外公听 虽然他哭了那么多 其实我们两个都觉得 我们唱完以后 好放松 终于可以 把那些 好痛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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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把 伤痛的记忆 惊灭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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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起 对不起 很感谢 谢谢你们愿意跟我们分享 很抱歉 勾起你们 很伤心的故事 其实刚才我听到邝儿姐妹唱这首歌的时候 很感动在于 其实很多人都会拿两首歌来串来串去的 但是刚才这首歌真的整个是配合的天衣无缝 我觉得你们唱这首歌其实有让我们感到音乐的美好和音乐的力量 而不仅仅是被杀 谢谢你们 其实JJ写这首歌也是送给自己的家人 送给自己的长辈的 我想今天现场JJ的粉丝都应该知道 所以他们也特别跳了这首歌 没事 你好吗 没事 没事 我感受到了 加油 谢谢 谢谢 我们先请他们和被讨教的老师林俊杰老师之间交换舞台 现在说不出话了有点 谢谢 刚刚邝儿姐妹他们唱的歌 让我想起我写这首歌的初衷 需要把这个能量转化成 待会儿也可能要表现得很不一样的表演 所以我要一直平复一下心情 平复一下心情 还蛮美的 这首歌在任何角度看来都是非常难的一首歌 即使我要原汁原味地把它呈现在舞台上 已经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了 连Kent老师都不大会 听不听到 你知道这首歌有多难了吧 在短短这几分钟里面想要呈现的不同的角色和色彩 音乐的乐器跟文化跟时代的色彩 加上我自己用声音去改变 压力很大 我们欢迎林俊杰老师 我们欢迎林俊杰老师 这首歌在一起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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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